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家里还要规划出一个衣帽间和一个单独的会客区 三个要求咱们听明白了 看设计师如何出招吧 进门之后呢 这个右手边这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鞋柜 就是因为之前你像做冰箱的话 是因为太高了 所以觉得堵 那过来之后呢 就是结合就是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衣帽间的问题 我看了一下这个房子的整体格局 那我觉得这个衣帽间呢 将来我们可能就是设立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这边墙上呢 然后因为这边有鞋柜嘛 我们可以起出一个四十公分的 然后这边起出一个四十公分的 中间呢 是一个推拉门 那这个衣帽间呢 做起来之后还蛮大的 设计师在进门的右手边原来放冰箱的位置 做了一组鞋帽柜 方便日后的生活 原户型的客厅很小 格局也不利于摆放沙发电视 设计师索性把原来放电视和沙发的区域变成衣帽间 储物收纳是足够用了 可谭女士一听 急了 你看我们这个房子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客厅也就只能是在这儿 现在要是把这儿改成衣帽间的话 那我的客厅应该放到哪儿去呢 这样客厅呢 您别着急 咱呢 就是一步一步先把这个冰箱跟洗衣机的解决了 那首先呢 就是可以看我们这个厨房的这边墙 是一个清体墙 我建议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清体墙的这个位置啊 就是打开 打开一个宽六十 然后高 基本跟这个门洞齐平吧 就是两米的一个门洞 然后我们的冰箱呢 是放在这个位置 相对我们使用起来就会方便一些 设计师在厨房旁边 就近找了个位置放冰箱 今后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那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位置呢 相对改动呢 可能相对就要大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门洞呢 整体的一个二十公分 把这个墙体呢 现有的这个墙体拆掉之后也外移一个二十公分 那剩下的我们这个洗衣机呢 就可以放在我们的这个门的这个外侧 洗衣机放在那儿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橱柜 设计师把卫生间门向一边移了二十厘米 在这里做了一个封闭式的橱柜 把洗衣机嵌入进去 橱柜还能放很多洗衣用品 既实用又美观 最后咱们解决客厅的问题 那针对我们这个客厅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只有这个屋子是最大的这个卧室 我们以这个房子中间起墙 就是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起墙也就是它这个长度大概在四米九 加上十公分的墙体四米八一边两米四 然后外边的这个两米四的这个小空间呢 我们就可以正常做我们的小的一个回客厅了 平时呢 我们可以买一个三人的沙发 是吧 放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然后对面呢 我们可以放一个简约式的那个小的电视柜 我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客厅 包括我们的卧室也具备了一定的私密性 通货 采光也都有 设计师把原来的主卧一分为二 为谭女士规划出一个独立规整的客厅 主卧虽然缩小了 但功能不受影响 客厅与卧室之间采用玻璃隔断 保证了客厅采光充足